請坐 請坐 各位同心 各位學員 大家平安 大家好 你們手有分多嗎 有喔 最後你們是可以有兩張 如果你們回去後 你把這兩張附備起來 怎麼說呢 一張前面是這樣對不對 後面是這樣 你回去家裡的時候 你附備起來帶著你家裡 現在朋友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這兩張來解水 因為這兩張有一個文章的濃縮 所以你大概第一遍成功 你人人會比較好接受 你還有水東西可以看到 所以你簡單的介紹 對第一遍的人去你們家 你就會比較容易說出來 因為你們現在剛才上三天 對嗎 要說得很好 有一個困難 所以你們可以為這個 像這樣 你如果父輩起來都不好 還有你們 你們這邊有分這個 這分這個 尖閣群島的發力爭議 尖閣群島就是什麼呢 就是釣魚台 現在釣魚台的問題很熱門 因為你現在根據時事來說 現在市場最熱門的這個來說 大家都有興趣 你現在在看的時候 你看到你不要背 你用你自己的意思說 你自己的意思 你比較不會去買記述 現在不說沒關係 這本你們可以這樣看 這本 這本給你們這本 是因為我們這本 12月20號要去日本 這本後面有一本 也 也有用意對不對 這本如果你們有日本朋友 或是外國朋友可以看英文 這本你可以給他們看 因為平常 你如果英文日文要說 比較困難嘛 所以這本你要留 這是我們 今年也去日本 今年也去日本 對不對 每一年都做不一樣 都有這本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他們很高興 他們就是因為我們本這本 他們開始對我們台灣的問題去研究 這裡有他們天空的生意 我們每年都會去 你如果把日本人 拿這本給他看 你記得看這個商品 他們都一定跟你拿 很高興 因為他們對天空 還有效忠的精神在 所以這很重要 然後這本漫畫 是一個日本的女孩子跟我們握 他看我們的新台灣論 用簡單的藝術跟漫畫的方式去握 所以這本你讓年輕人看 也很適合 這本 這本台灣國際地位 這是在說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把我們台灣的日俗美戰 說出來 所以你如果要說 你這本可以看 就是說他把你濃縮日俗美戰 要怎麼說 這裡 這裡弄出來 你也是要 了解那個意思才說 因為一般這樣跟人說的時候 你如果用筆 大概不用三分鐘就睡了 所以你一定要用你的意思說 這本很重要 這本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是我們民政府的法律 將來我們就是執行這本 所以你這本好好看 裡面他對我們公民 還是居留證 還是什麼 都說得很上誓 你也可以來裡面看 你如果說看沒有沒關係 可以卡電話回來問 好 好 然後每一邊 我們每一各位都有上課對不對 有一張這個 我希望你們可以留 因為這你回去之後 我們總部這些電話 什麼會都有 到時候你們要 還有組長的電話也有 到時候你們要找什麼 這比較好找 這上課的講師 你如果有問題 你也是可以問他 所以這張比較重要 所以你們 我們還要再來 今天本一台這個 我是建議大家 當年都要掛出來 因為我們年代 12月31日 我們要舉辦 忘年會 忘年會 那天 希望大家都回來參加 因為秘書長會說 很多很多的牧場 做到對的事 做到對 因為 美國世紀 軍機都送給我們 那標示說 他們正式進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國旗插起來 標示說 我們有效忠的對象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如果你們 如果有刀 我相信 很多人走過 會問 你就要引起 好奇 讓他去問 不然 你沒刀 他不知道要去問 所以刀這支機 也很重要 現在 我開始說 今天這個主題 為什麼要說 如何當一個領導者 因為美國要求案 要分兩四千而已 這個四千名都是領導者 因為將來要換的時候 就是把現在 中華民國的體制 那個頭 把它換掉 換掉的時候 基層是不變 但是將來基層 他一定要受訓 他一定要有本土台灣人 這個身份 換身份證 然後他一定要來受訓 他如果沒有受訓 就不行了 那現在我們訓練這四千的 就是說 要先接頭 我們這個政策是什麼 就是 告示的給你們 你們就是要 學校用人就好 所以現在一定要教你們 要怎麼做一個領導者 因為每一個人 你在你的崗位一定不一樣 譬如你有大單位 中單位 小單位 那主管也都不一樣 但是做一個領導者 他有共通的規定 譬如先天條件 或後天條件 譬如以先天條件來說 有三種人 第一種就是先知先覺 第二後知後覺 第三不知不覺 這是你生下來就這樣 這沒辦法改變 什麼人是先知先覺 你看看 你的生活周遭 如果他如果都是 每一個政策的制定 都是這個人 人這個 還沒開始 他就有辦法想出一個辦法 把他領下去 或是說 這沒辦法依循 他就有辦法 制定一個依循 這個人一定是先知先覺 因為他知道要怎麼去做 所以我們的國家 如果要強 我們的領導做 一定要是這種人 因為他比較想不到 你還沒看到 他就想到了 所以這種先知 但是先知先覺的人 沒有很多 但是你的生活周遭 你可以去發現 什麼人是這種人 我建議你給他推薦出來 因為他比較多 這種人提案台灣人做的事情 這是人民的福利 我們就要去找這種人 第二種的人也不錯 就是說後知後覺 雖然說他不能去制定政策 但是你如果跟他說 他很快瞭解 馬上依循的去做 這種人也跟他好 因為他有辦法 把你的政策貫徹 這樣就去做 你如果第三種不知不覺 就不一樣 你跟他說他可能聽不到 他會跟你說一套 說他的生活比較好 會跟你說 會不對 要這樣做比較好 這種人大概都不知不覺 因為他不知道說 人制定政策 這個東西 制定出來是很不簡單的 跟你說的時候 他就一定是有 經驗一套出來了 你聽到你可能聽不到 你會覺得說 那不好 你再想一套比較好的 跟他說 這套比較好 通常會這樣 因為你若是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你若聽到人在說什麼 如果你若不是同意 你也不會隨便跟他說 我這套比較好 因為對方會去 了解說 你說這什麼意思 所以通常你的基層 大概都是不知不覺的 比較多 這種人 你不知不覺 你要教育他 你要讓他知道 是很不容易的 你無法直接說話 他就說 我告訴你 這間房子 要蓋給他 他會想說 黑口人蓋他 蓋他很難蓋他 他不會去跟你想說 我為什麼要蓋他 但是你若 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他會想說 對呀 為什麼要蓋他 他會去問你 這個道理是什麼 他會自己問 那不知不覺 他不會跟你問 他就是直接跟你反對 差不多這樣 但是這三種人 是先天條件 先天就是這樣 你要去改變 先天的條件 是很困難的 只有百分之一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個 後天的條件 按這個 後天的條件 你若培養起來 你可以去補強這些 後天的條件是什麼 第一 你的見識一定要廣 譬如說 你沒有蓋太多擠也沒關係 譬如說 你改靠做產 做產 對嗎 你為年輕人 一直增 增到五、六十歲 你如果很認真 你這個做產 你也是很厲害 你可能是做產的 撲數了 你那個 什麼事情 優點缺點什麼 你都度過了 所以你都知道 你會把它剩下來 你在教人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做產是要怎麼做 比較好 這就是說 他在生活的體驗裡面 他就是一直去接觸 還有一種就是說 我雖然是託這科的 我託交通的 但是我剛才託財政的 託工業的 託電腦的 這樣跟人說話的時候 怎麼去瞭解 對方學的東西 是什麼 他的優點是什麼 現在 跟他說很久了 你算是學到他的知識 你就可以拿過來 你把 原來你的領域的東西 又加上 你跟人說話 這些東西合起來 你的見識會比較看 你在決定事情 會比較看 比較不會那麼障礙 來決定一個事情 這就是很重要 還是說 你很喜歡去旅行的 世界各國 還是什麼東西 你都去看 這也是很好 因為 你走過這麼多的地方 你所看到的東西 一定是跟 你本來的國家不一樣 你下去想說 這個國家 像上次我去沖沖沖 我看他們在種產是什麼 做那麼多的地方 做下去 然後用一個透明的塑膠袋 把它包 就包在那裡 這裡沒有這樣 但是他在沖沖沖就是這樣 做一張把它包下去 你們要做產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 太乾 對 還要風大 對 你看他們就想這個辦法 對 對 他就用塑膠袋把它包 這樣 我們台灣沒有這樣 我們台灣也沒有這樣 我們台灣也沒有這樣 但是 它是一張一張包 它不是一個大的毛巾 蓋上 對 我看他們 種的菜也一樣 我一張菜 小的一張也是把它包起來 對 對 對啊 你看你去不一樣的國家 還有他們種 台灣比較密集 在種對不對 他不是 他比較稀疏 對 對啊 你看你去不一樣的國家 這樣種 對 所以每一個國家種不一樣 像菲律賓 東南亞的國家 他比較懶散 他比較不用頭腦 對不對 所以他的種比較粗 不像我們台灣那麼細 所以他的收成的量 就不像我們那麼多 所以菲律賓這個國家 他的民生必需品比較貴 所以你每一個國家去走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國家會做這樣 你如果有這麼的了解 你在抵抵你的國家 你就知道 你會依我們台灣人的個性 以這個民族性 就去制定 所以每一個政策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 社會去用的 譬如你這個國家用這樣 那個國家用這樣 你就要 頭腦很多的資訊 你比較有辦法去用 所以你見識一定要廣 第二就是說 你的心胸一定要改善 因為 在你一個國家 跟你共識的人一定有 你這個部門跟那個部門 如果你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一定要有一個協商 譬如這個部門跟那個部門 因為我們 你看我們的立法院在開火 那是在那裡吵架 你要打架 那這種協商 你如果打架起來的時候 你說什麼 他說什麼都聽不懂 就兩個在那裡吵而已 但是你如果說 先進的國家的這個領導者在開火 是比較安靜的 是不太久的 大家意見交通而已 但是你如果 比較低階層的領導者 下去插很久的 也說很久的 這就是說 我們大家在互相接受 對那個不夠了 我說你說 我一定說 我的最好 你也說你的最好 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國家 要供人民這種個性要改 就是說 怎麼會有那個導領聽人說話 這個事情怎樣 我聽你說 聽他說 聽他說 不要說 事情來都我先說 我一定要說到我贏 你一個團體裡面 這個團體一定是不合 沒辦法進步 這間公司 你呢 他的脅迫一定改 因為每一個人去這間公司 大家心情就很沉重 他看到人 那個臉就是拉下來 就不會很高興 所以我們這個 接受度 這個心胸一定要改看 如果 你如果跟他不一樣 他也跟你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如何解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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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個摩擦 其實每一個人都要退一步 雖然你也不太好 但是我不用跟你爭 我可以先讓你 因為所有 有 對到不對的事情 時間可以證明 時間也會跟你說 算是對的 比如說你們兩個 玩得很厲害 再一個月之後 這個事情就知道了 像之前 中間民國不一直在擦 免簽問題 對嗎 說他們怎麼樣 我跟他說 到年底就知道了 到明年切也都知道了 這個 到底他們可以處理嗎 就出來了 所以 美國他 在處理 我們現在這個 補充的問題 他是用什麼問題 他不是直接跟你說答案 他就說 好啊 我給你台灣免簽 但是我的身分證 要有金片 我這個 補充也要有金片 你去看中間民國會有 是啊 他不會說 中間民國你這個不行 他不會 他就是你去唱 他也有你唱 但是最後的結局 他會打回來 你這個也沒有金片 這個也沒有什麼 這個也沒有什麼 他們 他們 用的方法是這個 所以 有很多人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有很多學院說 不要叫美共 直接說 我去壞了 我要幹什麼 幹什麼 其實有時候 有的沒辦法直接這樣說 因為我們台灣的這個國際地位 很複雜的 背負很多很多的原因 譬如說 之前的台灣關係法 馬關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現在有很多條約 還有波次坦宣言 開樓宣言 好 很多很多 你要去他 偷偷情 那裡 來走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路 你沒辦法用一個答案說 你就要慢慢開 譬如說 今天開到哪裡 開開開開 像我會記得我去年到現在 差很多 去年 剛才在這裡上課的時候 很多事情還沒做對不對 那時候他們就說 有可能 台灣有可能 可以這樣 但是一直走到現在 實在跟大家說 民政府走到現在是尾聲 我們是由2006年一直過 再到2009年完成 然後開始訓練大家對不對 2001年一直走到今天 其實是尾聲的 但是當然很多外面的人說 我又沒聽到 宣傳車也不夠 什麼也不夠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做的人知道 因為那個 新聞政的速度 跟在說 讓人聽到的接受度 有進步這麼多 就這樣 現在你也知道 台灣人 比較多人就是 時過我大便 看眼前的利益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說新聞局 拿下來 海關的法規 在進行當中 再來 拍照現在在做 對不對 再來 下一步可能 附贈 那你如果說 我們有這樣一直 解決到那些時候 你賣的 人進來的速度就很快 所以 定義說 我們現在在外 會責任 背負這個任務 就是說 趕緊跟人說 這個消息 不管他要接受 或不要接受 都沒關係 他的腦海裡 會放著 你讓他先放 別說 都沒聽過 先讓他放 所以這就是說 既然這樣 訓練 你做領導者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先讓他講 你的口才 可以說 不管你說好 說麥都沒關係 你說對 說不對 都沒關係 你就是先讓他 知道這件事 為什麼 年會比較大的 一定要先來贊助 因為年會比較大的 這個理解力比較強 因為你們還有經過 日本時代 所以你們比較了解 這個 你們來跟 比較年輕的來講 雖然說 他現在沒辦法 馬上來接受 但是 他會放著 然後 這個 我們台灣民政務 在做的事情 一直進行當中 的時候 他就知道 這個觸角會出 到什麼聽到的時候 他會說 這個事情我有聽過 大部分 年輕人都會這樣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現在 如果要訓練 我們就是 第一 我們先要說出來 就像說 我們現在電視沒有 每一個人 一台電視 你就要這樣說出來 這就是 我們怎麼這樣 第三個條件 就是說 我們要有這個 果斷力 我們做一個領導者 你在判斷這個事情 可以做嗎 你要在 絕對的時間 來決定 你不能有 猶豫不絕的個性 不過 譬如說這件事 你如果猶豫不絕 沒辦法說 改革的時間 來決定 標示 兩個因素 這個事情 不能做 第二 你的能力 還沒到那裡 所以你沒辦法判斷 那個事情 要做不做 通常這樣 這個事情 你檢視不要做 因為你沒辦法去勝任 就檢視不要做 所以這個果斷力 是很重要的 你看很多企業家 還是那個 國家的領導者 他們 旁邊很多人 在說話 對嗎 他們就要很長時間 來決定 要做對一個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你平常要訓練 你的資訊 怎麼看 你比較有辦法 所以這個果斷力 是怎樣 第四點就是 我們的責任感 譬如說你已經 決定這個事情做了 結果失敗 你就要承擔一切責任 你不可以殺到別人 像我們現在 這麼多政治人物 現在這個事情 發生之後 他說 退後會腳 還是退後什麼人 這是什麼 但是你這個先進國家 你如果政策失敗 一定要鞠躬下台 因為你這個政策 把人造成傷害很大 這就一定要鞠躬下台 不能說 像我們台灣 很多搞政治 這個撒後 他撒來撒去 這個主事者 都沒有事情 最後都是白人 在打 我們的國家 的人 如果是這樣 這個國家 一定會走到 像今天這樣 所以以前我們台灣 沒有太好 的時候 經濟太好 什麼太好 但是我們台灣人 沒有文化 因為你一個國家 你如果沒有文化 就是你很賺錢 你很賺錢 你很賺錢 賺錢還是賺錢 因為你那些賺錢 是一種功利 你把每一個人都養成追求利益 所以他沒辦法去持續 把這個國家好的東西流下來 甚至你就沒有文化 所以你們大家一定有聽過 台灣人說 台灣都沒有文化 對嗎 因為我們也不愛中國 你也不能一直抄日本 美國的隊 對嗎 因為我們民族性不一樣 你民族性不一樣 你沒辦法像這樣做 像北歐的國家 像他們 我有看過他們 他們去旅遊 他們很隨身 在外面就可以換三戶 整個都放起來 他也不怕人看 北歐的國家是這樣 但是你東方的國家的人 比較保守 一定要在裡面可以換 所以他就有這種差別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感覺這個 民族性要刻入去 所以你如果一個政策失敗 你就是把這個國家的人民 引向一個錯誤 像我們現在台灣就要 國民黨把我們帶到這麼多年 帶到現在 你看我們變成怎樣 這就是政策 所以政策是可以讓一個國家滅亡 你如果錯誤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你像日本來說 他的首相做不好就下台下台下台 雖然說日本 他旁邊比較大聲 經濟蕭條 他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又失敗 他又是戰敗 很多都很不好 但是為什麼日本人 工業商業可以一直起來 他推向全世界 甚至日本的零件 高科技的零件 是全世界最強的 為什麼他可以做這樣 他的民族性 你注意看他的民俗性 他就是很要求自己的 你看他就可以做這樣 但是我們台灣人 比較不一樣 跟日本人不一樣 就說 日本人是要求自己 犯錯也是檢討自己 但是我們台灣人不一樣 就是說失敗了 比較緊想辦法 看他推得上 那想法就不一樣 那思考邏輯就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這麼多失敗 你讀到現在經濟蕭條 沒辦法說這樣起來 還要讓很多台灣人 去中國做生理 讓大家都移到那裡做 雖然現在證明說 去中國做的都不好 但是他要怎麼回來 有的已經失敗了 他也沒有錢 可以回來 你如果比較大企業 他可能還可以移 他回來台灣 還是移到其他國家 但是你那個損失已經很大 台灣如果損失 他自己也損失了 那時候李登輝時代 就開始這樣 沉水一遍 整個台灣人的 企業家很多有錢 都去中國 他那時候用什麼來吸引你 利益 他說這篇土地 看你要怎麼住 都不用錢 都會給你 讓你很好的條件 讓你吸引到那裡 但是你要想看看 世界上 如果說 你都沒有付出什麼 就得到一個很大很大利益 你看那個事情 有什麼事情 那些事情 後面一定有 有一個事情 所以那時候他們去 中國那裡 做生理的人 他去中國那裡做那裡 他們絕對沒想到說 那他要怎麼 他要發生事情的時候 因為中國的政策怎麼在變 他現在利益給你 給你給他 你錢 人都投資在那裡 就算失敗 對他們沒差 因為你的唱 唱他給你接收 像我們秘書長去中國開四間學校 你照他就是給你接收 因為我們都去那裡建設 建設後 給他 所以他就壓榨 我們台灣人的這個 人力財力 很多人 像那個種水果的 農業 一樣 他給他很好的條件 結果他整個都拔到那裡 教他們怎麼種水果 怎麼種什麼 他現在 因為他地大物博 人工更胸 所以就敢拚 所以你看台灣現在的人 為什麼很多人不想做 人工尾 成本尾 你整個去到台中那裡都送 所以那些東西還回來 現在那些東西 不僅回來 台灣的全世界都有 都很熟 你算是讓很多人 去買他們的東西 但是現在有一個證明 就是說他們中國人做事情 比較沒道德 有些東西很壞 英國就知道了 所以英國的人 有的就不需要用了 但是你這個 要走到今天 你知道中國做這些事情 影響到今天 相模也十年了 我們這裡 去中國做生理 相模也有十年了 超過十年了 所以這就 一個時間的傷害 傷害就在這裡 你知道說 我要回歸回台灣的時候 你就要重新來了 整個現在台灣 如果民政府接收之後 整個就是都重新來 好 好 我們剛才 這個時候 民政府可以來改造 可以換這個政策 對不對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 所以為什麼 我知道這麼多 在國外的台灣人 他們都愛台灣的心 很強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在國外 有承受到 也去貼回到 說 很多很多 台灣沒有地位 這個問題 所以 但是你 在台灣的人 比較不知道 因為你包在這裡 國民黨把你洗腦 民進黨把你洗腦 民進黨把你洗腦 所以我們的腦 就比較複雜 你沒辦法知道 那個真相是什麼 所以我 現在民政府出來說 就是說 我們要把國民黨 把我們加這個 都把它放進去 重新來容納 這些新的東西 進來 這樣我們台灣人 比較有機會 所以大家今天 你做一個領導者 你要了解之後 要把他帶人 你要怎麼把他帶一對 因為現在全台灣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那要課安 醫療要把他帶 所以為什麼 美國跟我們說 你重組政府 你一定 這些人要洗腦 不然你的人民 不知道 你的人民又存在 你要怎麼管理 所以那些醫療 都要受訓 讓他知道台灣是怎樣 所以這個責任感很重要 再來 就是說 你的EQ要高 你在處理事情 有的人是地位很高 但是如果剛才 不對的事情 就會炒起來 對不對 那就是說 你的情緒控制要好 你情緒控制好 你在處理事情 是每一家可以處理 你如果不是 你才有地位 你才有聰明 但是問題 你講出來的人 都不會跟你聽 那個定義不一樣 所以這個EQ的處理 是比 IQ更重要 所以現在 很多國家的人 如果受用 比較好的人 大部分 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的受用比較好 他的處理事情 他是不會用炒的 不會這樣 這是情緒控制 再來就是說 你一個領導者 本身要具備什麼 文化的氣息 如果說你這個領導者 都是賺錢 注重利益的 你在執政的時候 你會把人民 逼向一個利益團體 這就是要賺多少錢 這個政策比較要做 那個要怎樣 但是人不是這樣 一個人 你要具備這個人的條件 他的心靈的培養 跟熏陶 是讓這個生命的 可以做的最重要 所以這個文化氣息 一定要有 這個文化氣息 包括什麼 音樂、美術 這都藝術 宗教 宗教比較重要 還要讀很多書 還要你旅行 你要到處去看 這都是文化氣息的培養 真裡面 尤其是宗教 排第一位是怎樣 全世界的人 差不多都有宗教信仰 你是信什麼 宗教不一樣而已 但是他主要 都是要教我們這個人 好 你要怎麼好 那個想法 所以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回教 摩門教 一貫道什麼特教 很多很多 尤其是台灣 萬教 全世界 現在來說 差不多大部分 是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 是他自己的傾向 譬如說 我就覺得 跟誰比較好 要信什麼 你們去尋求 但是 一個總結 就是說 他是你精神的支柱 所以你是一個領導者 你一定要有一個精神支柱 不然你 你事情做到那麼多的時候 會崩潰 那那個精神支柱 是要支撐說 你是怎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就背負一個使命 你要有那個使命感 你比較有辦法做 如果沒有 只是說 我要完成一個目標 那個有限 所以你這個 這個文化性是很重要的 你看每一個國家的領導者 他一定有宗教信仰 如果他沒有 他做不夠很久 你注意他看 再來 他這個領導者 他一定要有心靈層面 如果他沒有 他也做不夠久 因為這個心靈層面 你在建立一個國家的時候 不是剛才 領導 人民 政府 這樣而已 你要把這個衣服的方便 用一個軟體 在這個國家 要把它包裝到 讓這個人民生活到很好 你要注入軟體 像電腦的軟體 要讓他怎麼走 這個軟體就是什麼 你的心靈 你的心靈 你的心靈的傳輸 譬如說 我們現在國家 為什麼要制定這個政策 他會去說 他會跟人民說 因為 要把台灣建設一個 像瑞士這樣 將來 金字農業 讓我們的環境空氣都很好 每一個人 可以住最好的房子 不要說 為了要住房子 去拍拼賺錢 賺錢 賺錢四人都沒辦法買一間房子 因為房子太貴了 這個領導者 他可以想到人民說 我要讓我的人民生活更好 我就要給他什麼條件 告用 我給他很好的告用 他就有頭腦想說 我要來 替這個國家做什麼 他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告用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民政府 如果起來之後 我們會用二十年的時間 把我們所有的交友解決 現在就是我們 我們對外官方的語言 是英文和日文 但是我們內部是地方的方言 譬如說你如果是 說台義的 或是你客家化的 或是我們現在高三族說的 高三族在我們 台灣博情十四族 十四族的月 所以他就說 他可以讓你 說你地方的語言 就像馬來西亞 新加坡 他那一個國家說 很多種的 因為他的地方方言很多 但是他對外 就是有一個官方的英文 大家都聽到 所以我們台灣將來 也會這樣 因為我們比這多元化的國家 你看我們現在更多外勞 還更多移民 還做什麼 然後將來秘書長是說 我們要東西方的血統交流 就像日本這樣 日本第二次大戰戰後 他也是整個人種改變 他跟西方通分 跟他的人種改變 我們台灣也一樣 因為我們台灣四百年來 都沒有自己通在 一個什麼 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日本 中國也都進來了 還有我們在地的原住民 這這麼多血統 你跟他合作 就比我們今天這種民 你注意看 我們今天台灣人這種民 跟中國的民 不太一樣 已經不太一樣了 然後我們改造 到現在又不一樣了 這就是說一個民族 他會一直改造 像南非 南非也有很多種 本來是荷蘭的國家 白人有很多移民 美國也一樣 他有很多國家的人 所以他的人種都不一樣 現在就是全世界大洗牌 你原來民族已經沒有了 一直改 為什麼會這樣 這沒辦法 這變成說 我的感覺是 全世界 你的人民的道德 如果降落到很快的時候 會整個洗牌 因為變成說 你這個人來這個世界 為什麼你人來這個世界 他是要給你創造的 對不對 你不僅沒有創造 你是在破壞 所以你這個人種 一定不會消滅 一定換 一定換 全世界都一樣 不僅台灣 不僅台灣 台灣只是說 改成一個國家 因為他就是海島型的 海島型的國家 他的思想比較多 他接受很多 因為他一定會牽扯到國際貿易 跟國外的貿易一定會來往 所以這種海島型的國家 他就是 接觸的層面 很多很多 你像新加坡 他很熟 但是他怎麼可以成為 世界貿易中心 香港那時候也很熟 他也用這個世界貿易中心 那就是說 領導者他怎麼在做 所以我們台灣 還比新加坡更大 新加坡 你從頭到尾開車 點多轉就完了 我們台灣沒有 你從北開到南 看多久 所以我們比新加坡更大 新加坡他也能成功 他的政策也能成功 我們台灣就一定會 像說新加坡 他那時候也很多的發育 中國那些 那是很家族 很家族的移民 還當地 就合併之後 比現在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他也不會說 他是中國來的 他也是說他是新加坡人 因為他已經在當地 那個 命頭 住了很多年了 他的祖先也在那裡住了很多年了 所以 一個國家的人民 不管你為對他來 你如果在那裡住了很多年 你就是變成那些人 你的思想都是那些 你不會說 我的祖先為對來 我就是對的人 都不會這樣說 就像我們台灣一樣 什麼樣子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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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從中國來 你根本就沒有印象 說要叫你回歸中國 或是說 對那裡 太好感受 一定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不一樣的個體 是因為 國民黨來我們台灣 拿那些告用 把我們套到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頭腦是 讓他套到他的東西 不然實際上 我們在台灣這麼生活的人 根本沒有那個概念 因為他如果 你教說西藏在哪裡 東北在哪裡 什麼四川在哪裡 你也不會跟他深刻印象 你是背而已 但是 你如果 教說我們台灣 這彰化是什麼 台東是什麼 台中是什麼 因為我們才會去想到 因為我們也有可能住在那裡的人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教育失敗就是 他沒有把我們尬台灣 台灣是什麼 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 這都沒有尬 都尬中國 所以 我們的頭腦會讓人 包裝到似不像 所以為什麼 你接觸到歐美文化 的時候 我們都拿去 套裝跟頭 但是 也不一定適合我們 因為我們是看到他的表象 把他套裝進來而已 是這時候 台灣人的民族性不一樣 所以 一直 四百年來 那麼多年來 你注意給我問 很多人 如果問他 台灣文化是什麼 看他說得出來嗎 在這 你現在 隨便想 你認為我們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對 對 這到處都看到 對 你開車 這是一個 阿哥有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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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有多嘛 像那个台阁 麻祖廟那 还是对对的 都很多嘛 所以我们台湾的人民的意味说 就是这样 所以外国人来台湾 他们就带他们看 看那麻祖廟看啥 在表演 是怎么会有 人民的走到那里去呢 因为就是说 他让我们人民 没有精神生活 你的探测很困难 所以他们就寻求 神明的保护 他们就想说好 现在 当然是因为 较乡下基层的所在 他们都有庙 他们就是用庙 来安定人心 说你如果来信赛 就会怎么怎么 对不对 都会用这样说 这是因为 人民较困苦的所在 你如果人民 精神生活很好 还是你教育不错 在台湾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这样 那修用的方法就不一样 但是走到现在 我的感觉 你台湾 那不好的宗教 差不多都没落了 现在可能 你注意看 很多庙 经营不下去 尤其是你若不是 政党在走的 每个月都收起来 不是收起来就不让人 不然就收起来 突然一场火災 收起来 改着 不然就三方 天災就不去了 台湾现在有很多庙是这样的 尤其是那时候庙没有管制 有的去在山顶 海币 什么 有的没 会不会去 那种 就很多 因为台湾人 不需要宏观 所以都喜欢自立 我一间廟 他一间廟 他一间 大家都一间 但是你要知道 我感觉 一个人 如果思想不对 你去做头 是会害人 因为你的用你的思想 去教人 怎么 但是你 你没健全 你教就是不行 所以一个领导者 一定就是 心胸要改革 他有法度去统和 怎么去接受 没什么样的人 不过你 你想很多宗教 你如果去到这里 他会跟你说 他会最好 别人都不好 很多人会这样说 但是 如果有受用的人 他会这样说 所以我是 现在全世界 应用人心 最大的宗教 你看 西藏达赖喇嘛 流亡到印度 德兰沙拉 已经 已经 最近要40年 你知道吗 印度这个国家是 政教合一 他的领袖 政教合一 政治宗教合一 一个人 就是达赖喇嘛 所以他那时候 达赖喇嘛 去全世界走的时候 他要寻求世界各国的资源 要来支持他独立 结果 像我今年去 访问达赖喇嘛 他也跟我说 他知道他不能独立 为什么他不能独立 因为 因为 这个国 自从拿破仑战后 全世界国际法规定 你的领袖 如果领土不可分割 他的领袖跟中国合作会 你那时候 他就都是一体的了 所以他把西藏 归入中国 所以他没法独立 领土不可分割 所以他现在 逃亡到这个印度 受到印度保护 美国又给他支援 他那个地方的土地 是美国给他付钱 配他做给他 因为他是弱小团体 美国在做的就是这样 联合国美国在做 就是说保护弱小 所以他的 资金是美国的 然后他 德兰沙拉来内建设 印度给他做的 他只是人住那里 可以生活 因为他是弱小 但是 你可以看出 他最厉害的就是 他全世界在跑 人家 对他的崇拜 跟体认 是超越任何一个领袖 因为他有联合宗教 政治宗教联合作会 所以 别说他们的人民 国外看到他或什么 都也是跟他尊敬 他就是那种象征 所以 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 他没法度力了 所以他在印度的时候 他就 把 政治跟宗教领袖分开 他现在已经有传承人了 他的这个宗教 选大宝法王 他的接班人 他的政治 就是 他的一个孙子 他这个孙子 在世上的时候 就送到西方受教育 美国 他们都受很好的教育 所以他现在 在德兰沙拉这些 西藏的后裔 全部都是 商业欧美受教育 回来 不是硕士 就是博士 所以我们在跟他说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头脑的灵活度 很高 你马上跟他说 旁边马上一个翻译 同步翻译 很快 例如你说英语 他马上给你翻译文 他如果说译文 马上给你翻译文 还有中文 他也都会说中文 西藏要为了 保护他的文化 让他下来 他怎么做呢 在西藏 他规定 他们的人民 交谈要用译文 虽然在学校都学英语 但是 他的民间活动 人民的活动 一定要说译文 他们的电脑 也是用译文 跟英文 所以他们一定 要说译文 还有他们 国家强力栽培 他有很多人民 在西藏 还留在那儿 中国统治 只要 他那儿要生的妇女 到德兰沙拉来生 他可以生后 孩子把它放下 他更重 这些孩子 都国家在栽培 他现在就在做 所以从育幼院 那个盖世藏幼稚园 一直起来一直起来 去到大学 全部都国家在栽培 因为他已经提醒 教育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 这个达赖南阿玛西藏这个国家 将来一定会独立 他现在虽然没办法 但是我看他的条件 将来一定会 因为他是 你知道中国内内 都弄乱 他现在中国内内 有很多审 差不多超过十个审 都暴动 动乱 经济不好 他们都要做头 所以那些审份 都想要独立 如果如果到尾了 中国那些审 三十六审 那部分已经独立 已经老了 十个 老了 这样要独立 西藏末就绝对独立 因为他们里面 已经在酝酿了 而且他们的各省的省长 也都在筹备这个资源 怕算不够这样 所以中国是把消息封锁而已 他没有我们知道 那实质上 他们里面的酝酿 其实 我们民政府 现在来说 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他里面很乱 他个省的省长 都想要独立 他的中央 现在已经没钱了 你知道吗 他地方有钱 所以他这个分裂 是很快 还有全世界 现在对中国的印象 都不好 他不像 达赖达妈 他虽然是弱小 他寻求人会资源 中国寻求人 都不需要资源 因为人知道 你是阿爸 阿爸的一个政权 你像苏联 共产主义 他送共的国家 没了也是外节 何况你中国 你没比苏联更強 所以 全世界 预言家有在说 最后一个共产党 倒台就是中国 中国的最美 努力最美 他现在就已经在酝酿了 所以 民政府是因为 这个时机起来 这是 适合潮流 这是一定的起来 只是说 我们现在要把 我们人民 怎么说 让过去的历史 把他洗掉而已 我们洗掉 我们就有法加进去新的 我们现在是在做这个工作而已 我们现在不用管中国 因为他自己就很乱 因为 现在中国 他都故意 鼓励他们观光 到台湾来观光 把他的人民说 台湾是他的 你去 你就说 我们快速就要来接收了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所以他们观光来买的东西 他们都会跟店员说 你跟我是同样的 我们很快就要来接 所以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 都拿人民币来 他都不需要换台币 也不需要换美金 直接用人民币 在台湾里用 他们早期的时候 台湾人为了要贪钱 人民币就给他收 你收的时候 你会给那边一个错乱 你看 两边的钞票都用一样 算是统一 所以你如果 他在这里 人民币一直在用的时候 表示是统一的一个方法 然后 人家觉得这样不行 就弄掉了 所以前几年就弄掉了 人民币就没收了 但是最近 还在开放要收了 最近 因为马英九的政策 就是较快了 所以我今天在说 这些 就是说 大家不用怕中国 怎样 我们现在民政府的任务 就是说 大家尽量 4000的这个领导者 较快把背拨起来 大家尽量介绍 让很多人进来 因为我们是需要人 张秘书长也在说 如果现在让我们接政策 我们才有法度 这些人才有法度来处理 所以我们是比较担心 不是说没法 可以取得到账款 是一定会取得到 但是人要怎么处理 这是比较重要 所以大家的任务 赶紧介绍人 好 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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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